好五倍券即將要來啟用了 但是不少民眾綁定的是數位五倍券 現在就有人抱怨了 說必須要先消費才可以拿得到回饋金 而且每家的銀行電子票證回饋方式也大不相同 讓很多人真的是蠻困擾的 對此朝野立委就痛批了 這加碼券是用範圍界定不明 質疑振興有沒有真的用在兜口上 一直玩一直抽 院長都變康樂鼓掌 所以行政成本跟交易成本真的很高 質詢一開頭算賭破表 立委炮火對準中央 振興五倍券即將開放使用 但綁定爭議越少越大 我們要評估未來的這個效益 所以行政成本跟交易成本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特別列為未來 這個我們要評估五倍券的時候 特別的一個部分 撇開紙本券若綁定數位 得先消費才能拿回饋金 每家銀行電子票證 綁定後回饋方式不同 民眾不煞煞 還有人晚了一步錯過早鳥優惠 而除了五倍券後續加碼 也讓商家叫苦連天 動資券我們發了之後 九成都去買這個製造業 就是鞋子 衣服等等 那真正對這些運動場館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教育 運動教育有幫忙 非常非常少 那你們今年聽說直接就禁止 五倍券它的規模各方面 使用的絕對可以去購買相關的體育用品 綠維點出加碼券試用範圍界定不明 振興是否真的用在刀口上 是個大問題 是不是又會落入去年的狀況 我拿到農業券 我不用去做刺激 所謂休閒旅遊觀光的一個層面 我就直接再去買農產品 我們要的是加成 加成的效果 怒拼農優券毫無加成效果 民進黨立委陳廷飛直言 民眾若不將券用在農業觀光 規劃這些振興預算等於做了白宮 真正該紓困的根本補不到 五倍券上路使用 紅帕後續的狀況 還會引發朝野立委 一陣口水戰 這台輩子會報道